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人到了一個年紀的時候 身體就慢慢會退化 有時候好像玩手機 會有這個姿勢 不對,你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鬆軟體 又好像會鬆軟體 腳也好像鬆軟體 是哪裡去刺激或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警惕自己 有時候有時候要刺激去走 讓我們筋骨柔軟一點 然後 所以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請到專家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如何好好的保存我們的骨本 首先請到這位 就是營養專家溫泰醫 還有我們的營養博士 詹淑婷 歡迎二位 我是營養專家溫泰醫 我是營養博士 詹淑婷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大家好 鳳姐好 歡迎 妳 妳看女生穿高跟鞋 要下樓梯 不然妳也會想說 要扶起來 不扶我一下 嚇壞了 沒有 妳也害羞 妳也想要這麼高 給他一點福利 對 好 他就恰是給你福利 我們博士還年輕 筋骨還很健全 是,一回生二回熟 是 好,兩位今天都是專家 要來跟我們分享 如何保有保存骨本對不對 對 吃也很重要囉 今天要作什麼料理 今天就是主要跟大家介紹 是有關 其實我在挑選食材的時候 其實會依照你的身體的狀況 今天給大家帶來的就是有兩個 第一個是有關炒的 是食蔬蠔油炒 就是海參 是 第二個是湯品的部分 然後主要的話是 花生、豬腳、筋骨湯 紅糟五個 薑三片 來,我們現在開始要先作哪一個呢 這個湯要先煮熱 因為湯我們要煮比較久 所以就是先煮花生、豬腳燙這樣子 對 然後豬腳就是... 豬腳其實我們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我們先燙過了 就可以用生薑一起去燙這樣 去心這樣子 好,就把濕材全部放下去嘛 對 溫泰衣可以給它放 這個你來 你來 先放穿湯過的 對 好 太醫有在自己家裡做料理 你就吃外面嗎 其實我是個喜歡作菜的人耶 看不出來 真的嗎 對 因為一般男生給人家印象 都是不太會作菜 但是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很喜歡 小時候就是跟著爸爸媽媽在旁邊 在廚房 滑滑 然後拉下去 我媽就說 你不要幫我一直拉好不好 因為有時候就是... 就是本來都已經沒有... 都已經煮好了 然後我還在那邊就是要玩這樣子 真的啊,會不會應該安排你好好來煮料理 還沒有展示我的身手給大家看 好 像今天這個是除了豬腳以外 我們還有豬腳筋 腳筋 對,因為我會這樣挑是 因為大部分花生都會去煮豬腳湯 但是有時候豬腳它那個油脂比較多 大家會有一些疑慮 所以我們就可以換成就是豬腳筋 是 因為像豬腳筋 還有就是在豬腳的部分 它的膠原蛋白含量非常高 對 如果更怕油脂太多的話 其實就可以就是豬腳再減半一點點 豬腳筋多一點點 要煮多久啊 大概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們讓它先滾 對不對 好 滾再來把它弄小火 現在要炒這個東西就麻煩你 好 主要這一次 我們這個有關就是海參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有一個名字就是 就是它是... 就是大海的珍寶 對 它含很多的 就是豐富的營養素 那其實包含了就跟筋骨相關的 膠原蛋白 還有一個 那另外呢 它主要... 它是高蛋白質低油脂 那油脂的部分呢 其實主要就是... 是好的 是 所以其實對... 包含了什麼EPA、DHA 都包含在裡面 很好啊 所以還可以顧腦 或是一些眼睛的一個細胞 都是有很好的功效的 很好 對 其實在中藝來講的話 我們的海參其實還有一個效果 是它可以補腎 對 因為它顏色是黑色 對,黑色補腎 所以男生來講的話 其實不只吃它也很好補腎 然後女生吃可以養顏美容 就像剛剛脖子肉裡面 還有膠原蛋白 而且它就低脂肪 對,非常好 大家中藝裡面有講乙形補形 對不對 對 其實乙形補形的話 就有吃心補心、吃腦補腦 我們今天就是吃豬腳 要補骨頭 補我們的筋骨 對 也不是真的補腳 對 因為其實我們食物當中 都復燃很多的膠原蛋白 其實我們有說 現代人真的是筋骨非常的僵硬 然後常常就是 比如說手舉不起來 五十肩 或是要蹲下去撿東西 撿不到 或是突然就是腰扭到 腰閃到這樣子 對,很怕擺刀 因為如果彈性不是很好 擺刀的時候那個骨頭 那邊就是骨頭的... 骨折 骨折 對 好 這差不多了 好,蔥要切嗎 要不然就太醫切好了 好 太醫,要切怎樣 你跟他講 真的嗎 我幫你切斷 切斷 對,最後的時候我們可以用 可以用 好 好 真的有的時候 筋骨如果不太好的時候 真的一個姿勢看手機 看過很多人都... 真的 去壓迫到你的頸椎 或是... 弱骨神經 對 對,麻辣什麼 對 現在很多人都有那些... 或是骨刺都很嚴重 對 還有就是多少倒水做暖身 舉手 有的人手腳到這裡 就不起來 舉不起來 還有媽媽跟我講說就是... 就是要穿女性胸罩的時候發現 內衣的時候發現 往後扣 扣不到 對,怎麼辦 有些媽媽很可愛 沒關係 就從前面扣再轉過去 對 這是一個方法 有些媽媽很可愛 他是把它先扣好 然後從上面穿下來 或是從底下這樣子穿上來 那這會開起來 對 好,這邊我們就是先下薑 好 然後海參這邊先炒一下 好,我們先把薑稍... 對,先爆香一下 對啊 爆香 好 太醫說他會作 來,你來炒好了 我跟你說怎麼作 好 順序,對 順序 這樣嗎 其實今天這道菜我覺得 家人團圓的時候 團聚 或是過年的時候作也不錯 對不對 食蔬蠔油會海參嘛 對 我覺得也是滿漂亮的一道菜 你真的會耶 對 海參耶 對啊 很動耶 薑片爆香完之後 加入切塊的海參一同爆炒 之後加入蠔油調味 依序放入其他蔬菜 紅蘿蔔、香菇、花椰菜 均勻拌炒入味後 美味就差不多可以起鍋囉 我們有什麼特別 枸筋骨的方法嗎 其實... 你怎麼辦法 你煮那麼多東西來吃 對,其實平常 你說真的要吃到這些膠質 其實再來就是很多東西 是動物性來源 要吃很多 再來是... 一個是吃不了那麼多 再來就是裡頭含有一些高脂肪 或是含有很多的那些膽固醇 其實對於身體來講 都不是非常的好 對哦 其實經過保健的話 平常我們可以從食物當中攝取 也可以平常做一些運動 你都做什麼運動 對 其實... 來,分享一下 其實有兩個地方要鍛鍊好了 一個是我們的核心肌群 你都... 其實很簡單 可以在我們的... 比如說拿瑜伽墊鋪平之後 可以做 就是兩隻手這樣撐著 然後腳這樣子撐起來 或是一個更簡單 就是找那種背後有牆的 這樣子靠著 靠著 坐著手靠著 然後就這樣坐著 假裝是屁股下面坐的一個椅子 對,然後就這樣坐著看電視 可以轉移注意力對不對 其實就是可以鍛鍊到 我們這塊核心 你意思是說不是真的找椅子 是真的假裝 靠著牆 假裝做一個中空的椅子 對 中空的這樣 它可以鍛鍊到我們的腹部 還有我們的大腿的核心 你不聽 其實你要站... 你要做對姿勢 我們的這個 對 然後不然就是坐著 一直做 因為我們的膝蓋上下 都是大腿跟小腿對不對 其實肌肉它可以幫助我們 還可以幫助我們分散 關節的力量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跑步的都是直直的跑 然後也沒有就是用腳尖 稍微就是緩衝一下 然後就變成所有的力道 都靠關節在那邊支撐 所以有一句話說 我們平常走路的時候 其實會承受人一到兩倍的力量 可是如果你跑步 會承受到四倍以上的... 那到底要不要跑啊 其實跑步真的要跑步的方法 對 所以支撐很正確 不要外巴 或是內巴的跑 不然你的那個關節 就會磨損到 內巴跑也很難跑耶 所以是正常的 對,就是... 然後腳尖啊 對,還是... 盡量是要往前 是 就是腳尖跟膝蓋要朝前的一個方向 但是運動的時候 其實那個會幫助我們血液的流通 然後可以讓很多的營養素 去補到我們關節的地方 我要我們博士有做什麼運動 我會騎腳踏車 但是就家裡運動 那種腳踏車式 然後邊看電視 或是邊看一些東西這樣子 或是聽音樂 對,其實還滿舒服的 對 但是不曉得 鳳姐,有沒有看新聞 最近有一個名詞出現 叫作 退化性 對 退化性 對 其實我們現在... 大家是不是醫學的發達 我們壽命越來越長對不對 所以其實老齡化越來越嚴重 我們的關節會... 每天都不斷的磨損耶 其實磨損 三十歲的時候磨損可能還好 可是到五十歲、六十歲之後 磨損等它磨到沒有的時候 沒什麼本錢磨 對,骨頭跟骨頭都直接強碰 直接去磨到了 自己的 對,就會開始有那種刺痛的感覺 是 如果說到五、六十歲 都還沒有提早去顧骨本的話 可能就要面臨到 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甚至要更換人工膝關節 那個真的就是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活動了 而且像退化性關節炎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譬如說可能是某個姿勢 或某個動作 或某個角度 你會覺得痠痛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沒關係,然後沒什麼 一下就好了 但是通常到最後 就是很痠痛的時候 才會去看醫生 其實那時候骨骼 已經就是受損很嚴重 就有點難解 對 所以應該就是要提早 就是如果說哪裡不適的時候 就像...身體就像有零件這樣子 如果你受損的時候 你應該要提早去做一個保養 對,延緩這個功用這樣子 好,要煎熄 對 要把它拌一拌 其實我們身體 就像是一個機器一樣 機器都要定期的保養換零件 我們的關節也是我們的零件 也要平常做好保養 對 好 對,自己真的要... 都知道如何保養 來,我拿... 你拿一下是... 好 然後這樣 好 要不要這樣有點像 對啊 沒關係 好 來 好的 好 弄掉了沒關係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湯 我們有另外再烤好 來,這就麻煩你 好,還有烤好 待會兒我們就可以準備一起來 我們可以準備一起上菜囉 好 來 好 來 兩位專家、博士耶 我們來嘗嘗看 真的 好 冬姐,我幫你咬湯 自己來 沒有,你們喝 好 我來吃這個 膠質耶 真的 裡面富含了滿滿的膠原蛋白 光看就實質大動耶 看起來真的是不錯 你看那個... 這個啊 海參啊 海參很入味哦 對,入味 有入味 有 我來試一下 很香 很滑溜的 很好吃耶 所以要煤一下 讓它稍微滑溜一下 它會軟 然後很Q 所以多吃海參是好 真的耶 我覺得 在台灣來說 不知道是怎麼樣 很普通就是這個金骨的問題 特別減掉 對,因為像今年 其實台灣正式 進入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今年正式 對,今年是正式金骨 這樣子嗎 對,雖然講很久 但是就是未夫妇統計了 對 所以現在就是譬如說 大家的壽命越來越長了 所以面對到老化這個問題 就是關節的問題 一定會遇到的 所以我們都會現在就提早說 你應該要提早 可能在三十歲的時候 你就做一個預防保健的動作 這樣子 三十歲就開始要做一個保健 對 對 你從生死就開始流失了 對,開始流失 我們的骨本 要提早開始存 而且年紀越大的時候 我們的鈣質吸收率會越來越差 所以必須要提早開始 二、三十歲的時候 就要開始多喝牛奶 多吃一些含鈣的食物 吸收比較好 有人牛奶根本不能喝 乳糖不耐增 真的 他們就可以補充別的 像是芝麻 或是其他豆類 含鈣質的食物 對 其實說到台灣現在 我們逢年過節都送什麼 現在越來越多人 是送那種筋骨保健的保健品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一個市場的調查發現 全世界有三點五億的人 都有關節的問題 筋骨的問題 那其中亞洲 四個人就有一個 其實比例很高耶,你看 對啊,所以其實 現在真的大家都 也越來越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逢年過節 都會給長輩 給銀髮族買 這樣的一個補品 我們平常去買那些 筋骨保養品嘛 其實真的 靈靈種種的這麼多 你怎麼買 對 其實很多時候 像我們平常會補個叫 對不對 就我們醫學報導 又報出來了 就是說 平常我們攝食的葡萄糖胺 如果攝取量過多了 它會傷我們的胰臟細胞 造成糖尿病的風險提升 對 還有一些葡萄糖胺 它含有的鈉比例太高 有些現在很多人 慢性病有高血壓 其實鈉真的攝取量 都不能太多 或是鈣質的攝取 每天其實有限量的 大概只有兩百到三百毫克 如果你吃多也是流失 就浪費掉了 所以其實 你要真正的補到我們的骨頭 跟關節 其實靠平常的保健 真的很不容易補得到 對 因為有很多的禁忌 怎麼選擇 怎麼選擇 保養 其實要挑的話 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關節保養 有四大的明星成分 好 對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第一型跟第二型的 鳳姐 應該常常聽到膠原蛋白對不對 膠原蛋白我們都知道 女生都對膠原蛋白 對 而且補肌膚的痰壓 你提出膠原蛋白 年紀 對 再補充嘛 我們美肌型的 其實是所謂的第一型膠原蛋白 其實還有一種是第二型膠原蛋白 是剝我們骨頭跟骨頭間的關節的部分 對 為什麼膠原蛋白在骨頭裡面很多 其實我們一般... 我這邊剛好有一個模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骨頭 一般的骨頭是不是很硬對不對 對 其實它可以拿當作是鐵錘來敲 釘子都敲得下去了 但是這是很硬 裡頭其實還有大部分 大家認為可能是鈣質對不對 其實有日本的科學家 把裡頭的鈣把它抽出來 可以看到抽完之後還這麼多 而且它... 看一下哦 QQ的 其實裡面含有三分之一的含量 都是所謂的 包含的是一型的膠原蛋白 還有我們關節的二型的膠原蛋白 所以說其實今天要補充的話 不只要 還要補彈性 如果不小心撞到 或是摔倒的時候 其實要有彈性 才可以幫助我們去預防 去緩衝一下 才不會就裂開骨折了 對 所以除了一型跟二型的膠原蛋白之外 還有第二個是所謂的 薑黃大家就常聽到了 在日本非常有名 是拿來做解酒的 對 薑黃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是它可以做 像英國的建喬大學就有說 它可以... 它就相等於那種 肺類固醇性的止痛藥 有那種止痛的效果 所以我們有時候關節磨損的時候 會很痛對不對 關節痛 其實薑黃就有很好的抗發炎 跟止痛的效果 它被稱為是 對,不會有副作用 有第三個是所謂的就是 軟骨素要什麼好呢 它其實就是要補充我們軟組織 裡面關節的軟組織 它的修復 對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有受損的話 其實就要靠軟骨素來修復 第四個是什麼 第四個是所謂的 MSM 不是MSN哦 MSN 它是所謂的 法國的 它也可以 就是我們有發炎的情況 或有一些腫脹感 疼痛感 它可以幫助我們消緩腫脹 它還多了一個好處 它還可以去幫助我們 去抑制抽筋 所以其實MSN 它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要運動是好的 可能就去打高爾夫球 或是什麼 本來是要去運動 讓自己比較...筋骨比較好 對 結果可能 結果反而受傷了 受傷 如果你平常沒有好好照顧人 如果最怕受傷就骨折 或者碎掉 或者什麼 對 運動晒太陽是很好 但是還是要補充 對 尤其是女生 過了二十八歲之後 就是骨質 蓋的部分 大概是每年會 零點一到零點五%的流失 而且是 因為女生還有荷爾蒙的關係 而且過了跟年期流失會更快 六十歲之後 可能只剩五十% 大家其實知道 我們去造一些骨質的研究 它會去造X光對不對 就會看它的骨骼 像那個蜂巢對不對 就像這樣 這邊就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正常的骨密度 就會像這個饅頭一樣 很有彈性的 這樣子 對 如果說你有在骨質流失的話 就是像這個法國麵包 對 你不用拿了 你這樣放的 好像很高 對 一個動 如果說就是骨質 更有重的話 就像跟這個油條一樣 你如果剛才把它倒下去 就碎掉了 對 就非常的... 對,就是流失這樣 所以補充是非常... 補充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 當然就是說 你剛剛講 有很多的膠炎 那個膠炎 最好就是說 你說了這四種 一次 明星成分 你都能一次就... 像出席蛋一樣的 就可以 就可以 湧走 滿足 就不用... 大家好累 還要再找一找去 其實要滿足 現在科學非常的發達 要滿足大家... 不要說葡萄灘就一罐 然後蓋就一... 蓋片就一罐 然後吃頻頻光是很多 現在科技非常的發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就是 它可以一次的補足 我們身體所需的 很多關節的營養素 包含剛剛的四大明星成分 就有 然後還有所謂的 軟骨粟 薑黃 而且它的薑黃是屬於 水溶性薑黃 更好吸收 是一般薑黃的十倍 然後還有添加水溶性鈣 也是屬於比較小分子 好吸收的鈣質 那裡面的二型薑原蛋白很特別 它還是從 軟殼膜來的 對,蛋殼膜來的 然後又含豐富的維生素C 葡萄糖酸C 這種多MSM這些成分 都在裡面 很方便 就是博士可以試試看 好 所以就是說 它這樣子喝的話 它分子比較細 對 發了直接就可以 像現在做這樣的液態 它就是經過液化之後 分子比較小 其實對人體來講 是更好吸收 吸收率更高的 它的味道是淡淡的 就是酸酸甜甜的 其實口感也滿好的 對 而且我剛剛看 它裡面有個成分 就是像剛剛 軟殼膜的萃取 就是膠原蛋白的部分 對 軟殼膜就是蛋殼 跟蛋中間那一層薄膜 對,像吃柴葉蛋的時候 有一個膜會把它撕掉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它有個成分還不錯 它是水溶性的一個鈣 對 就譬如說像 譬如說那種婦女 它其實是高危險群 就是乳觀骨質疏症的話 這樣子是非常好吸收的 然後還有薑黃的部分 就可以抗發炎 緩解你的疼痛的感覺 對 好 就是說 平常保養 一天差不多一瓶就... 平常保養的話 我們一天就喝一瓶 如果說我們關節有點... 稍微有點疼痛的感覺 就可以早晚割一瓶 就一天兩瓶 很簡單 都隨身攜帶 譬如說公司的時候 就可以早上喝一瓶 然後睡前的時候喝一瓶 很簡單 好 還是... 其實飯前喝 效果會更好 吸收率更好 了解 所以經過保養 平常就要注意了 運動 當然要晒晒太陽是很好 我們要補充一些營養品 就是雙管齊下 我們就可以擁有良好的一些行動力 行動 你們身就是採食物 對不對 對 非常謝謝二位專家來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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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可以這麼經濟的 很高興趣